王靖宇 當地時間星期五 王靖宇在土耳其酒店發現護照被人偷走 星期五上午 迪拜警方突然將王靖宇押去機場 送上土耳其班機 王靖宇抵達土耳其後 入住一家西方酒店 護照被盜時 他只在酒店吃個早餐 通過監控陸像發現有房務員進入房間清潔 王靖宇認為這是中共在幕後操縱 為阻止他前往美國 王靖宇本來星期六拿到核酸檢測結果就可以飛去美國 土耳其移民局也同意星期五解決他的簽證問題 王靖宇因為質疑中印邊境衝突 中共軍人死傷情況 其他地方遭到中共網上通緝 國內的父母被拘捕 他4月飛去美國 途中在敵拜轉機時 被當地移民局拘捕 關押期間 中共官員要求他回國 而且中共是個非法的政權 我也希望這個政權早點被打倒 因為它不是合法的一個政權 它不是靠人民選出來的政權 它是非法竊取的政權 另外王靖宇女朋友星期四下午 在亞聯由警方和中共使官人員上門後 一直失聯 他的女朋友4月中旬從中國趕去敵拜 聘請律師幫助營救王靖宇 無敵犯 6月 不死 警方 不死 鬆 可